大家好,我是港幣之王ISIS 12月12日的八場精彩夜賽 刺激就必然了 不過如果想要盡興的話 認真的部署就絕對不少了 現在就立即利用Race Simulator 幫你預測一下心水場次 今次快會鞠躬夜賽的 第二場五班2200米長途賽事 有不少最近曾經贏馬 或者上名的賽區坐鎮 我就挺看好雪堤靈畸 雖然它的能力評級不算很高 但狀態就有B加 加上跑長途賽事 背輕綁的馬始終比較好 不知道Race Simulator 又怎麼看它的機會呢 這部的時候 橫鏗無敵進驅幻想家較快 更智星朗天也不慢 外檔埋近來還有福裕 在未幾匹馬暫時是暴魚飛 段遜高星雪堤靈基和雷射槍 第一次走過終點 帶頭是橫鏗 一路咬緊她的是無敵進驅 四個馬位之後才看到朗天 尾三是雷射槍 尾以雪堤靈基 暫時電口仍是電信高星 再回來養和遠彎 前面步速很快 帶頭仍是橫鏗 無敵進驅仍然緊守第二位 三個馬位之後朗天都開始騎 暴魚飛我當上到第四這段走勢不錯 更智星時亦都開始加速 其餘馬匹好像都脫了折 進來將有直路 前面橫鏗還有過幾萬位優勢 無敵進驅仍然守著第二位 暴魚飛我當上到第三位 最後二百米 前面橫鏗勢還未減弱 無敵進驅追來追不到橫鏗 反而暴魚飛越充越厲害 前面橫鏗體白都帶到了 但這時候暴魚飛我當亦都撲慢上來 過終點暴魚飛第一橫鏗第二 無敵進驅第三,朗天是第四 雪堤靈旗早點落後太遠了 最後只能夠跑第七 接下來我會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跟Rain Simulator有些不同 一起看看 我覺得雪堤靈旗的成績不應該那麼差 讓我根據我的看法改一下數據 雪堤靈旗在11月初的同情賽事 只是以半個馬位落敗 足以證明2200米 亦都是他其中一個擅長的圖程 另外,他上場同樣背著手綁 在早段留在馬群中間勁跑 所以相信他今次都會採用一樣的跑法 而雪堤靈旗經過熱身之後 狀態通常都會提升 所以狀態評級可以提高一點 好,馬上看看賽果 我們先看一看 這部的時候 橫鏗無敵進區幻想家較快 更至聖朗天也不慢 外檔埋近來還有福語 埋欄那邊有奪木星光 兩、三個馬位之後 還有風聖之星雪堤靈旗 第一次走過終點 帶頭是橫鏗 一直咬緊他的就是無敵進區 四個馬位之後 看到朗天上來第三位 貼欄第四位是幻想家 雪堤靈旗更至聖異 也在外檔上來第五、六位 再回來養和遠彎 前面步速很快 帶頭仍然是橫鏗 無敵進區仍然緊守第二位 雪堤靈旗亦跟著無敵進區上來第三位 進來最後直路 前面橫鏗還有半個馬位優勢 但無敵進區已拍到上來 雪堤靈旗亦在內蘭攝埋上來 後面朗天暴如飛已輸很遠 最後二百米 前面仍然是橫鏗帶頭 無敵進區衝了一陣 開始默默地 反而內檔雪堤靈旗越奇越有 前面橫鏗雪堤靈旗鬥到叮噹碼頭很接近 過終點雪堤靈旗第一 無敵進區第二 橫鏗第三 露如飛第四 Race Simulator 的深水預測 大家清楚了 未下載的朋友可以透過QR Code 或者以下這個網址免費下載 而下載了的朋友 立即調教你的深水數據 預測賽果 好了